而你们两个人像是完成任务一样 所以当然 看哭了旁人 当事人没感觉 第三点也是 其实你们两个人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小张是不太懂人情事故 甚至有些固执 然后坚持自我认知 你说让他改 我告诉你 他改不了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到老了都是这样的一个脾气 我看不惯的事情 我绝对不做 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我为人处事之道 你要我怎么改 所以姑娘 你要清醒地认识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能否接受 你能否跟他共度余生 如果压根 你不认同这种价值观的话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后面折磨的是你 你也改变不了他 然后最后就闹到两个人撕破脸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要想的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人 到底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就这样 谢谢 你们俩的关系就如同刚才你们那个唱歌的对话一样 听不见 你过来 不唱了 就是这样 男生在努力地去向你示好 你听不到你可以走过去 你说我听不见 男生其实你也可以再大点声 对不对 他不就听见了吗 你非得说 你过来 你也可以过去啊 然后就是 不唱 最后有结果吗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